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的节目 又到夜晚了 就跟大家讲一下新闻了 那今天呢 就不再讲刘世良的新闻先了 我们今天呢 先把它先割在一边先 那当然今天也有一些新发展 大家可以看消失的档案的Facebook 看看是什么新的发展 你就知道 南华早报呢 基本上它是 也都讲得很清楚 也有当中的一位人士 也都跟罗恩惠之间的对话 大家去看吧 那当中是不是 南华在一种被误导的情况下 以为 即是刘世良 或者她的太太 是上书局 是利用这些相 来义务出书 或者是免费出书 去触授的这件事呢 我想她是由这样的形式 之后在一个误导的情况之下 这样做到这样的事出来 做了这个授权或者同意 这件事大家可以看看 稍后我都希望更多的事实能够澄清 令到用事实来说话 很多的一些猜测 或者阴谋论 可以一掃而控 好吗 即是谁对与不对的 清楚 但我相信 一定是事第一方是对的 不可能双方都是对的 而不对那一方 其实自己心知肚明的 OK 我希望各位 那一方 不管是哪一方 如果你真的有错 尽快道歉 避免继续拖下去的话 那就真是分化L了 OK 我希望真诚地道歉 求取对方的原谅 而对方也可以宽黄大量 去化解这件事 那就非常好 那当然 你说 这件事 如果有人 是继续造谣 继续说完完全是失实的说法 无论是私下说的 或者公开说的 我都觉得 相当令人似难 OK 这件事 如果有人 是一再再错的话 我想是很难去姑息的 我们就是说 我们自己离散 港人的群体 或者香港人 这些社群 我们并不是同门相兴 即是我说真的 我不可能抢得到 或者拿得到更多 对方的一些所谓的支持者 或者我自己本身 我做这个事业本身 也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货金 订阅Patreon 也希望大家能够 Superfan Subvention支持 但我觉得 喂 说到尾 我不是靠这个 真是说 没了这个钱 我明天就黑色了 不会这样 即是我是由有如雨 去做所有的事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不要想着 即是说 我们很多 不知道我一个 其他你看到 我认识的一些 评论人 都不是黑色那种 那我希望大家就知道 我们做这件事 我们抛个身出来 抛头露面 面对很大的风险 做的是什么呢 希望说得出声音 给香港里面的人 也在外面的人 也在外面的人 我们依然 温存的希望 而这个希望 建基于我们的 讲真和行公 而好怜悯 全谦卑的心 和我们的信念同行 而这一点 是我们能够 和共产党区别的基础 如果我们 自己本身有人 是讲假 行邪恶 而没有怜悯 的话 我想这件事 是会等于 我们一定要 将这些事 要去搞清楚 这个不是分化 而是我们一定要 警惕自己 不可以姑息 不可以 向这些势力 去屈服 我希望就是说 事件未到最后 有定论之前 我不往下断语 但肯定其中一方 是很显然知道 自己坐在哪个地方 那我希望 他能够求取 一个别人的原谅 好好的道歉 全面的道歉 这个不是对我道歉 是对对方 我想这件事 是很基本的事 如果不是的话 这件事一直發酵下去 不要以为 会不了了之 我们会念念不忘 OK 好 我们继续讲 两单香港的新闻 即是和香港有关的新闻 香港一单中国 首先 就是 香港的律政司 就2019年 反送中的示威歌曲 愿荣光关香港 被我续称为香港国歌 申请禁制令 被高等法院原重法庭拒绝 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 而高等法院上诉庭 裁定特区政府 成数 OK 并立刻批出了这个 临时禁制令 那这件事 会不会继续上诉到这个 中心法院呢 不得而知 那顺目以待 但 已经批出了临时禁制令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稍后会讲一下 这个威力是怎样 还有问题在哪里 根据上诉庭 星期三 即今天5月8日颁布的裁决 以任何方式 广播、表演、印刷、出版、销售、分发、传播、展示或複製 这个歌曲包括它的改篇版本 然后将你收监 特区律政司司长临定 获欢迎法庭裁决 并说国际公约允许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 而限制言论自由 他说港府将会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删除《愿荣光归香港》一曲的相关内容 即是他会找Google去找他晦气 要他删除所有歌曲 至现时为止 我都可以在手机里搜寻这首歌的 未被删除 之后会怎样呢 禁制令附表中列出32段 上传到美国网络巨头 Google旗下的YouTube相关视频 Google一名发言人 对BBC中文网 就说正在研究判决书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就在今天被问到有关判决的时候 说禁止播放《愿荣光归香港》是必要措施的 外交部发言人林劍 就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这个不是外交问题 想强调的是 制止任何人 以煽动分裂国家 侮辱国家的意图使用和传播有关关控 是香港特区 利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专严 牵制责任的必要正当的举措 人权畅议组织 国际特资组织 即AI 就是Andersted International 就是忧虑判决会令香港的自由更加萎缩 她的中国事务总监 Sarah Brooks 评论说 香港政府试图禁止一首歌曲的行动 既可笑又危险 是对港人言论自由毫无意义的攻击 说到尾 在去年的6月5日 香港特区律政司入品高院袁仲廷 要求对《怨荣光归香港》一个歌曲 发布禁制令禁止四件事 一、传播有关歌曲 包括旋律和歌词 意图煽动他人犯分裂国家罪 或具有煽动意图 二、使人误会这首歌 是香港国歌 使人联想香港为独立国家 三、是帮助、导致、促治、煽惑、协助或教唆他人 实施或参与相关的传播行为 四、明知而授权 准许或容许他人实施或参与相关的传播行为 要求走这四类情况 要求公众不得以煽动意图在网上传播 包括旋律和歌词 这首歌 就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者广泛使用 特区律政司一方 在法庭上说 他的歌词含有煽动口号 即是同行乙女为正义时代革命 不是时代革命 煽动口号 并对香港和中国造成严重损害 原来有损害的 不是你说我们国家安全绝对不会受损的 又有损害 即是一时一样很奇怪 这个逻辑在哪 中国逻辑就不用说逻辑 高院原造庭就是7月驳回政府的申请 原审法官陈建强 我很多谢这位法官 陈建强 健康的健 强作强 他说考虑到这个行为 属于稳健的刑事司法制度下 可以惩处的刑事行为 法庭并不信纳 禁制令会有真正作用 强制执行禁制令的时候 会和相关的刑事法律互有冲突 认为这个也可能损害 即是清白人士的言论自由权利 造成寒蟬效应 chilling effect 律政司当然对陈建强 原审法官的判决不服 提出上诉 高等法院上诉庭 就是今年2月上旬 审完之后 宣布7月中以前去判决 最终在5月8日 今天去做宣判 大家知道在上诉庭的过程中 上诉庭的首席法官 潘兆初 副庭长朱芬玲 法官彭宝琴 都是平台指出 法庭考虑是否批出禁制令的时候 要奴妓 维护国家安全的宪法职责 按照行政长官 根据国安法发出的证明书 这三个字 证明书 行政长官的证明书 法庭接纳 以分裂国家 侮辱国家 和据煽动意图 传播怨荣光归香港的刑事行为 構成国家安全风险 违反国家安全利益 有关刑事行为 需要马上制止 法庭也折立了政府的评估 只是凭刑事检控 明显不足以处理 有逼切需要颁法禁制令 协助维护国家安全 法庭必须立即干预 防止现时的非法状态继续 否则可能对国家安全 造成无法补救的进一步破坏 一首歌可以进一步破坏国家安全 他又说 由于网上有不同的人 非法传播怨荣光 要个别执法并不可行 交易下方法 就要求网络平台的营运者 停止为这些行为提供便利 而今制令也就对于 说服网络平台删除怨荣光归香港 是有必要的 网络平台营运者 已表示愿意配合禁令 考虑到这些因素裁定 香港政府上诉得值 颁出禁令 但上诉法庭有指出 禁制令范围不应被刑事法律宽广 所以禁令有豁免 那些豁免是什么呢? 容许某些合法行为不受限制 例如学术活动或新闻活动 我问你 今天我是不是新闻活动呢? 我在读新闻 是不是新闻活动呢? 说你不是新闻活动 就是不是新闻活动的 对不对? 你想想想 如果今时今日 譬如说 陈建文教授 还在中大道教书 假设 或者某某某教授 现在在香港的 我不说名了 还在某家大学教书 他在这个播室里说 2019年曾经发生一个 一个叫做反送中 或者叫做修例风波 修例风波 于是乎 就是播放这首歌给大家听 那是不是学术活动呢? 那似乎这个教授是谁 如果这是梁美芬 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陈建文 当然有问题 所以为什么有问题? 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就是伟大的祖国的逻辑 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 什么学术活动 什么新闻活动 你真的信? 你真的信有这些豁免 我就不信了 OK? 那你知道这件事 之所以搞到今天这样 就是大家知道 是之前 已经在去年的12月和2月 高等法院的上诉庭 已经开庭聆讯的了 代表律政司一方的 資深大律师余若海 是当时历陈 现今社会要推翻政府 政府不一定 像去日依靠坦克或传统武器 可凭散播假资讯和政治宣传 而愿名光光香港的作者 也都指音乐是重要武器 是weaponizer 因为光谷能有激起人们的士气等等 又说 根据呈上的证据 法庭已经涉立愿名光光香港的一曲 广泛流传 并在多个场合被用作带起市民情绪 甚至被升级为国歌 即使国安法生效之后 也只有少数人被成功检控 所以要出禁制令 也要讲前陈 刚刚也讲到上诉庭法官 我再讲一次三个人名 记住这三个人名 香港高院首席法官 潘兆初 上诉庭法官 朱芬林 和彭宝琴 再讲一次 潘兆初 朱芬林 彭宝琴 还是香港耻辱博物馆 一定有这三个人的名 OK 就是他禁制 愿荣光归香港 那我再讲多次 我再highlight 再重复说 特首发出的证明书 说广播被表演印刷 愿荣光归的内容 就是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上诉庭人认为 要照单存收 没有财量权 有关刑事行为 需要马上制止 这些上诉庭 即使说 我同意禁制令 可能产生寒蟬效应 但禁制内容 已经顾及可能牵涉的 言论自由权利关注 允许学术活动 新闻活动是例外 所以 他说 其中有可自由提出申请的条文 也使得任何受禁制令影响的人士 或任何日后日受影响者 得以向法庭提出申请 申请豁免的 那当然这些东西 当然不会允许 是吧 说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 律政司司长就说 就是说 林定国说 禁制令针对的四类 描述得非常清晰的行为 刚刚六个不再读了 这四类行为本身 已经构成刑事罪行 所以禁制令并没有制造额外限制 那他说 这首歌已经2019年被示威者武器化 weaponize 以浪漫化的示威者的非法行为 从而提倡港独思想 他说 政府下一步 当然会根据法庭判决 和相关网络 供应商沟通 请求或要求他们依据法庭禁制令 移除相关内容 否则 妙视法庭罪 在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里面 大家知道 这首歌是 大家知道 同行二女 为正义时代革命 祈求民主与自由 万世都不扭 喂 你说一句 这已经是违反禁制令 对吧 去年7月 香港一名男子 因为将东京奥运 今来得署张家朗的得奖片段 配上愿荣光军香港法报纸Facebook 即是法报纸YouTube 被法庭以侮辱国家歌罪判囚三个月 当时侮辱国家歌罪囚三个月 在2020年6月 当时出任特区教育局局长的楊玉 智涵中小学校长要求劝指 学生透过表演 有政治讯息歌曲作政治表态 他其后在接受访问时 和回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 说 愿荣光归香港 很明显是政治宣传歌曲 不应在校内演唱的 当然 今处何处呢 今时2024年的5月 这首歌已经成为禁锅了 这个判决 第一是否很意外 我觉得不意外 香港政府 香港的法庭 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延伸组织 这些这样的党委 政法委管轄下的 这一个香港法庭 香港这些所谓的 国安法指定法官 全部都是一堆 党国走狗奴才卖港财 所以我不会认为 这件事有任何意外的 那我只是讲了两点 OK 这两点是重要的 第一个 这个禁制令 有没有域外效力呢 没有 没有 我再讲一次 没有 那有没有域内效力呢 就是有 香港里面 他会禁止这些东西 所以会形成什么呢 冰火两重天 那我在台湾 很多其他的人 在其他地方 比如英国 Dr. K 是吧 加拿大多伦多 Eurika Choy 最近他去英国表演他的钢琴 他的作画 钢琴 相当优秀 无论Visual Audio Art 他的艺术天才 是不可声计的 除了他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漫画家 我不能进入大家的名字 也不想得罪大家 其他 我讲漏了的人 名字很麻烦 之后呢 也有很多音乐的高手 在全世界各地 继续做 因为为什么 禁制令藐视法庭 最同理无关 除非你告诉我 他的域外效力 是根据哪个条文 有域外效力的 当然你说香港政府 可以无法无天的 当然 我只是告诉你 Black Latin 所谓的 所谓的law 基本上 都没有任何的域外 效力的条文的 换言之 任何大家做的事 尽力做 尽量做 尽快做 尽早做 做得越多越好 这个不是武器化浪漫化 是将我们的言论自由 发挥出来 你不唱 你不讲 你不继续讲这首歌 那基本上这首歌 就会消失的 你不看 不去点阅 不去view 这首歌 就会慢慢die down 波浪式地使这首歌 在YouTube上 这首歌是必须要的 他政府 要去Google 或者YouTube 去移取这首歌 顶多是什么呢 香港里面 你千一平方公里土地的地方里面 不可以接触到这首歌 即你click上YouTube 你找不到这首歌 OK 但YouTube 绝对不应该 将这首歌 也都没有那么多个根据 去将这首歌完全铲除 全世界这么大 它摆上伺服器 也都不在香港 OK 那这首歌 既然伺服器 不在香港 server 不在香港 那它摆在新加坡 或者摆在美国 或者摆在台湾 或者摆在加拿大 英国澳洲其他地方 请问 香港政府 你禁制令 如何禁制到高地的 就是那个 data center 去将你的 cloud 将你的铲除呢 不可能 是不是 所以禁制不到的 它怎么禁制 我就说一次 没有域外效力 即使国下 是香港人 你去到加拿大 这个 继续唱热 荣光归香港 你回到去的话 会不会被人抓呢 国歌法 和这个 所谓的 这个藐视法庭罪 抓不到你 它用什么抓你呢 不是用了什么 国安法咯 欲加之罪 可玩无耻的 你用不了这个 国安法咯 他用这个23条 某些间谍罪咯 说你 说你间谍就间谍咯 说你分裂就分裂了 就是 抓你也可以 OK 但你这个地方长 没人理你 所以很多东西 在我们这些情况之下 如果国下 真的呢 离开了香港 好像我这样 不打算回去的 请大家 好广传这首歌 如果打算回去 记住呢 这个禁制令 不及于香港以外 你回去 会不会被人抓呢 我其实担保不了你了 我都说多次 按照国歌法和 藐视法庭罪 抓不到你 但按照国安法 可以抓你 按照23条 那些域外效力 那些犯罪 包括那些国家秘密 可以把你打算 干谍罪 老屈你就可以了 其实今天你去哪个地方 老屈你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香港里面 就是由于活在囚籠中 鸡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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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继续续生存下去 I'm not sure 我给我 我不会做 因为这个地方 随时会把你拔走 你的所有钱 可以拯走 而迟些搞数字港币 迟些搞社会信用系统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 你要知道这个情况 可以变得好坏 和可以突然变得好坏 我就说 第一,没有违外考力 外国人在全世界各国继续弹继续唱 没有问题 OK 这件事是基本原则 第二件事 唱多少才是违法呢 这个就是大问题 这个禁制令从来没有澄清一点 就是禁制 part or all OK 还是怎么样呢 全部有关歌曲旋律和歌词 我就说 祈求民主与自由 万世都不扭 那你如果说这句话 就已经是违法的话呢 那好笑 你基本法 我读一次给你听 祈求民主 祈求基本法保障的 民主与自由 万世都不扭 喂,立刻是否能拘捕你呢 歌词 啦啦啦啦 哇,立刻能拘捕你 是吧 譬如说 何以 何以借恐惧 何以 立刻来唱 你唱歌 容祖宜 十个好爱的人 立刻拘捕你 何以立刻拘捕你 是不是这样 喂 各位要搞清楚呢 这些就是 究竟你要 to what extent 那你说 煽动意图 那你货币一件事 他说你有煽动意图 你就有煽动意图 所以就说 你要画一条很clear cut的line 要多少个字 以上才算数 或者哪些字眼才算数 他没有画任何红线给你的 然后他拿一桶 拿一桶红油 有煽动意图 一夜扑过来 就是这样对付大家 明白吗 所以我说 哎 留在香港的人 真的很悲惨 我只是说 你们可能不觉得悲惨 可能一天就 去深圳吃点东西 或者在香港 继续吃一些贵贵的东西 之后觉得很无聊 等移民 whatever 不移民不要紧 没钱 继续做窮L 继续在捱 我明白 你们的抉择 你问我 我是切身处地 你们的处境的话 或者我都跟你做同样的抉择 因为我没有钱 如果我切身处地的情况 或者很多家旅 那这个情况之下 每一个人都会有 我没有办法 说你们做的事 完全不对 但你要明白 这样搞下去的话 人人自危 他的目的要什么 恐吓 在你心里面 装有一个审查器 每说每一粒字 祈求民主 即刻拉得 祈求 是不是拉得了 民主 是不是拉得了 是吧 万世都不留 万世都不留 五个字 是不是拉得了 那这件事的话 就 看看你有没有煽动意图 是吧 那煽动意图 任他说的 那你如果要跟法官解释 先拉你 未审先押你三年 你再跟法官解释 Go 是不是 这个就是今时今日 这个香港的恶法 那我说 他没有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 应该有两个问题 域外效力 只可以禁制到 香港燕内的东西 Google 不可以拆除它整个 的伺服器 香港的手艺伸不到那么远 他唯一可以叫Google做 而Google 这些或者YouTube 这些这样的机构 他们最喜欢就是 compliance with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我做过MNC 我做过公司的法律顾问 我当然很清楚 每一间公司都希望 comply with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这是基本的compliance 那他说 你香港的别不在这首歌 那你Google就要洗到 教到整个香港里面没有这首歌了 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锋网的开始 即是说 先用这首歌做一个头盘 试试这些国际的社交平台 看看它怎么配合 那跟着下来 你会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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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令出来的 跟着之后洗你 每一条话都这么禁令 你就comply 你符合了一次 第二次又要符合 那变成什么呢 不是政府去装一个防火墙 网路长城 而是要求你的营运商 自我对香港人厌割 是不是很悲惨啊 所以我说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 他就要这样做 我不做 逼你做 用禁制令 藐视法庭罪 逼你做 那这件事会慢慢混开去的 即是会扩散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说 外面的人要继续讲话 是不是 不要把它停下来 我们有这样的身位和自由 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机制 就是言论本身 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我会继续讲话 那第三件事当然重要的 就是说 要多少是partial or total part or all 那你要多少才算是 要讲多少个旋律和歌词才算呢 那这个誤导性 或者煽动意图的画戒点 是完全不清楚 那这个禁令可不可以执行呢 它说执行 硬要执行 它是enforceable的 but it's really unconstitutional unjust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想的重点 OK 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要注意 好了 跟着下来 我们会看一单简单的新闻 那这单新闻就是说 好了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唱荣光 OK 或者各鞋站在其他地方 继续做一些畅议活动 继续救亡行动 那些什么 OK 结果是什么呢 它要把你拉走 那它没有办法出红色通緝令 人家国家不送你 怨控又没有什么意思 那直接找人拉你 行不行 行 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 那它于是要怎样呢 讲个新闻给大家听 习诸头访问法国前夕 发媒播出中共在巴黎机场 企图押送异议人士 零华站回国的画面 显示外国秘密警察网络 确实存在的 协助令华站揭露遭到 脅迫虐打的黄先生 说事实比电影更荒谬 仿佛好像中国一样 他批评法国警方不够重视 才令到中国所谓的警桥服务处 横行霸道 即是海外警察站 据台湾中央社报导 例如法国电视二台France The 2 法文是The D-E-U-X 就不会读X字 就是The 就是 礼拜四 5月2日 就在晚间播出专题报导 直击中国驻法的大使馆 中法协会成员 中国地下警察 中国公安局 乔运组织密切合作 企图在巴黎 以有组织方式 强迫中国议人士零华站回国 以及失败后加以威胁的全过程 由于电视二台的团队 以及Q战部Challenges 事前接获和零华站有团体的 中国议人士王先生通知事件 一路跟拍直击整的过程 报导说 26岁的零华站 过去参加抗议中共暴政活动 并上传批判习近平和毛泽东 和声援台湾、香港和维吾尔的影片 因此被中国公安盯上 原旅居德国的零华站 被中国使馆要求到法国之后 多次被中国人士在大家上跟踪 嘔打、羞辱、甚至拍片 传给他在中国的家人施压 到3月22日 零华站接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 要到巴黎北郊的奥贝维埃 奥贝维埃 就是某一间中国的餐厅 楼下谈话 这个地址早被法国情报单位 定为中国秘密警察服务站 当时零华站 谈话之后 被两部车直接带到大高乐机场 拍摄团队持续跟踪 他后来受访表示 对方承诺坐上车 就可以拿回之前被大使馆拿走的护照 即基本上 我扣住你的护照 我押你去机场 让护照你过关 送你中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有没有国际刑警 或者叫司法互助合作 和法国搞清楚一模 完全是域外执法 进入机场之后 这个零华站被两名中国使馆员工 和多位穿着红色 外心团背心的工作人员 蓄勇着 蓄勇着 而他的手机和身份证 都是大使馆的职员手上 一位穿着西装人士陪同他登机 他登机前一刻 他决心逃脱 使馆人员愤怒追赶 最后的一刻 走了 Charlange 就是这个挑战部记者 和电视台团队 随后出面保护 并协助零华站 拿回护照 法国海关警员也到场关切 但因为使馆外交人员身份 法国方面无法后续处理 记者将现场情况 形容是超现实的 显送失败之后 即这种所谓绑架人送中的情况失败之后 零华站不断收到骚扰电话和威胁信息 包括来自广东站江警察林家燕 要求他回国自首 否则家人将被保护 更有人传说 哥哥的腿已经打断了 生殖器被他打得了 这些消息给他 而零华站的家人 受到威兵加入劝反行列 而且所有对话都被要求 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所以我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团体 恐怖组织 全球最大的恐怖组织是什么 不是普京 不是ISIS 不是哈马斯 是CCP OK 警电视台团队回撥骚扰号码 接电话的某公安局的总机 对方拒绝解释点的骚扰零华站 并表示案情不方便对公民透露 然法国内政部也没有回复传媒就事件的查询 零华站的律师 Anjie Thillier 杜立爷就表示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的也清楚 而且外国当局能够在法国领土上 商海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令人无法接受 协助零华站揭露被中共威胁弱打 忠誉的王先生接受中央社 台湾有个中央社 访问时透露说 中国大使馆曾致电法国电视二台施压 法国记者也担心对方会透过法院命令阻止播出 王先生表示 尽管他过去几年也不断被中共言语和人心威胁 但越来越接到零华站亂起的时候 也很难相信这个事会继续在欧洲发生 直至证据逐渐累积起来 才了解事件的严重性 王先生表示 凌华站到法国之后 曾被大使馆关闭在奥贝维埃的某个地下室 白天要他写检讨和看央视 晚上和貌似被囚禁的哥哥视信 之后又被送到巴黎第九区的云南四川餐厅被肢体暴力对待 所以巴黎有很多的中餐馆 他们部分的中餐馆就是他们共产党的天地 云南四川餐厅就打来 他更多次在街上被吐打 涂抹小米焦 进医院近十次 仍然不见警察介入 据信情报部门 已经在此时进行调查了 你看看法国是什么地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流亡人士 我绝对不会劝你在法国的 绝对不会劝你在法国的 危险的地方 王先生也觉得法国情报单位关切 但警察不够重视 才令到中国所谓的警桥服务处横行霸道 法国高层警员也觉得 中共大阵障压送人很荒谬 电影都不敢拍 王先生引述法国当后说 不管零华站是否罪犯 中国应该透过正当途径 法中甚至引渡条约 最少应该通知法国 有中国罪犯需要法国合作 不能够自己捉人 这是基本的原则 你要送中 都按照中法之间的引渡条去做 所以我就是说 今时今日 是不是 即是 当时2019年 香港拒绝这个送中条例 当然是很勇敢 不是代表说 我不通过送中条例 现在就算没有这件事 他不可以送中 现在是国安法 大摇大摆 即使没有送中条例 他都随时去捉人 证据呢 肖建华 林荣基 李波 自己 you name it 这些事 全部已经发生过 所以我们说 这些事 大家要有很清晰的认识 不是那么简单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推演 ok 对共产党要知道 谈判 那只不过是障眼法 条约 只是进一步欺骗的基础 识理 是他的本质 不识理 是他的人情 你求他的人情 青春不老 原目求如 愚不可及守株待兔 与虎谋皮 所以我说 我当然很批评掌经国 但他起码三不正确是正确的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ok 现在有很多人 却不是这用说的 令人耻辱 好 我们今集先讲到这里 很多内容 我们下一次再讲其他议题